歷史為盡 以鼓見證 笑談天下 新鮮事 齊有此旅 開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旅街 歡迎收看今天的齊有此旅 換個角度來講道理 你對台灣的運動產業滿意嗎 或者是你對台灣在運動的國際表現滿意嗎 其實呢 很多人說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其實不是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贏球才是台灣的國球 任何球都一樣嘛 贏了我們就開心嘛 輸了就開始幹狗嘛 而且呢 我們幹狗的氛圍啊 已經超越常人的想像了 我們不只是罵對方的選手 罵自己的選手 我們連裁判都一起罵 這人怎麼沒叫 這人怎麼沒叫 這人在叫 這人在叫 那其實呢 我們說 強國先強生嘛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的時候 就開始推廣所謂的體育跟健身 所以如果各位 這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有印象的話 應該是在14年的時候 有一部以棒球為主題的電影叫做 Cano上映 Cano上映的時候 你突然發現了 這些運動員 在Cano裡面的這些運動員 很多其實他本來可能是練網球的 本來可能是練田徑的 本來可能是練排球的 那你能想像嗎 1930年也就是距今將近100年前 其實當時日治時期的教育 就是跟你講 你不但要讀書 你也要會運動 但是台灣的體育政策到底做得好嗎 OK 是不是很多人在抱怨 很多協會控制了體育 但是Anyway 不管有人推動體育總比沒人推動好 那為什麼要講那麼多呢 因為今天邀請來的是我的好朋友 他這一次有被民進黨提名為不分區 那問題來囉 他到底算是體育的代表 還是宗教的代表呢 他何許人也 他不但會通靈 而且他是台灣第一個 國際認證的棒球女裁判 我相信你應該知道今天的來賓是誰了 我的好朋友 索菲亞 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伯君 索菲亞 這一次不能叫他索菲亞 這一次要叫他薄君 好 那其實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那天是禮拜三 就是不分區名單 對對對 我看到這個名單之後 我就立刻在我臉書發文 鄉親啊 我們大家跟薄君送你立法醫 大家說這樣好不好 好 然後第一個跳出來說好的是誰 你知道嗎 王毅川因為他十六名 你知道嗎 你如果議事就立法 他十六就會過關了 好 對 因為我跟索菲亞是真的很熟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他嘛 你拜你議事名 這就不勝利嘛 議事名就不會過嘛 這不是不安全名單而已 這是絕對不安全名單嘛 對不對 部分區三十二十的地方嘛 三十二十的地方嘛 對啊 你議事啦 沒關係啊 都可以啦 但有差啊 沒什麼啦 這就是 對三十二樓跳出來 跟對二十三樓跳出來是很一樣的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啊 你那時候 我們兩個同庭就說了 說我既然給我拜在不安全名單 對 透過這個就是大家的心 沒有就不要拚 要拚就要結合贏了 對啊 所以聽說那個秘書長說從來沒有聽過這種邀請 好感動 感動 這樣子 沒有啦 主要是說其實他們早上就有些問過了 比如說體育啊 運動這領域 有些人要來做分區 我說 其實有更適合的人選 那就做 因為其實不管我在什麼位置 老師你最清楚 不管在什麼位置 我都會為台灣的 一個社工的立場 為我們台灣的 不管是外交 或者是這個運動的 影域來努力 所以我說 不管哪個位置我都會努力 所以你要排別人 你就先排別人 沒有問題 這樣子 是比較晚的時候 他們就繼續來問 就是比較正式的問啦 這樣子 我就說 真的我現在手邊有些東西是 就是沒辦法放手的 比方說我博士論文 比方說我們現在 我們協會有一些案子是 是 我們協會不是說 你今天整個要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我們有排的 有些 而且我們有時候是跟 人家國外單位 承諾要辦的那個活動 對不對 炸到麻煩 炸到都 連麻煩2024分都排沒 一半就 存久的 就是 你硬的頭皮就是要把 承諾就是要做好 時間到就是要處理好 對 我說真的抽不開心 真的啦 然後他意思是來講啦 就是你一直在做倡議嘛 因為我們常常很多 基層在做是做 可是你會發現說 有些是政策面的問題 我們希望政策面改變 譬如說 額少的那個保護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之前有些那個體壇的性騷 那你就發現說 體壇的密度 我們關於教練的那個證照 已經有很多什麼關於性騷啊 什麼什麼的規定啊 哪些東西你要不適任什麼之類 就規定有 裁判沒有 喔裁判沒有 這個東西就是要從修法 是 用法律的層面去改變 或者是說 我為什麼要當裁判 就是以前被裁判氣到啊 對不對 帶小孩去比賽啊 你砍他 欸這個可以講髒話嗎 可以啊 砍他小啊 欸我真的是氣得要衝進去耶 然後 審命聽了 然後我就跟你說一句啊 我還跑來跑來比你好啊 真的 所以才去當裁判嘛 是 回到那個初衷嘛 你就是希望事情 可以變得更好 那有些東西是制度面要去改變 不是說 你基層在那邊做 所以 那時候就是 常常跟請 那個 像我們在立法院有成立一個 女子運動外交出境會 有 就是做一些政策面的倡議 你看國家做這個事情 你有沒有覺得有時候是看不下去的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常常講喔 如果用罵的有用的話 我就信大檸檬了 所以我說 一樣 我除了罵 我希望我可以跟你說 我們可以怎麼做嗎 我出來跟你說 不然我們要這樣做 你不知道要怎麼做 我看你這樣做 我看不下去 不然我提供一個意見 我們這樣做好不好 因為我這樣想 我後來 當然當了裁判之後 才知道裁判的人 我也會誤判嘛 然後有一些 那個甘苦談嘛 我就深深的感受到說 我們四個站上去 我們在那邊不是會在 本來的討論 對不對 我們不會說一站上去 來 我們今天把這場比賽搞砸吧 對不對 不會嘛 你說 我對紅的那邊 不可能 就是 努力大家都是希望把這事情做好 那為什麼做了之後 還要被人家粗甘辣 那就是看 這東間的gap 我們怎麼去溝通 所以我就覺得 以前是在幫靈界溝通 是 那我們現在是就幫 公部門跟師部門之間的溝通 或是 所以以前你學的是零學 現在要跟公部門溝通 學的是玄學 也差不多 真的 是玄學 那些溝通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那個體制不一樣 那個腦袋 回路啊 價值觀那個事都不一樣 就試著說去 協助換位思考這樣子 那所以之前很多就是 政策面的倡議 有去跟政府倡議 所以他們最後在說動我的原因 其中一個是 就是說 你一直拜託我們 不然你自己處理就好 你自己用啊 你這樣子 叫你自己來用 你賣 你好意思 對啊 你好意思嗎 對啊 其實那個時候還在覺得說 不過募款帳號都要幫你審 你知道嗎 沒有我就繼續留在那邊 沒關係我們就不要臉啊 這樣子啊 結果我同事就在旁邊講 你要想喔 你 萬一你當了 好 全台灣的棒球場都有乾淨的女廁 好我接 我接就是 好像有些東西 你不得不去到 做換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才可以去改變 對啦 你才可以去改變 我跟索菲亞怎麼認識的呢 我知道 我知道索菲亞的時候 你應該已經離開宮廟了 對對對 我已經離開二十幾年了 對對對 因為我知道的時候 他已經離開宮廟了 那最早知道這個人 其實是在政大哥的節目 又是政大哥的節目 OK 然後我跟索菲亞怎麼認識 所以跟宮廟是沒有關係的 也不是我們一起上節目 也不是一起上節目 是 因為大家 認識我都知道我喜歡打棒球 好雖然打得不好 好但我喜歡打棒球 那我記得那一年好像是奧運 奧運的款 奧運還是 我忘了哪一個體育盛事 為什麼官員做商務艙 球員做經濟艙 你怎麼知道 求完一菜多大菜 你如果親眼見過 比如說林智盛 在林智盛面前 我是小孩而已 你知道嗎 智盛當然他現在有歲了 不像以前這樣用 智盛站在你面前 你是一刀拼耶 一刀槍耶 你叫他在經濟艙 然後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幹狗 然後那一陣子發生很多事情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很多那個 政治人物趁熱度去燙商 然後名字寫錯啦 運動項目寫錯這樣子 然後我寫一篇文章幹狗 然後我幹狗完之後呢 其實我很少在看留言 結果那天 在上廁所的時候 沒事情做嘛 就發了 其實這個人是誰啊 為什麼他 他的留言戰術那麼多 留言也沒有很精彩啊 怎麼戰術那麼多 劉伯君 這個名字好像有聽過 然後我就點進去看 啊 蘇菲啊 然後當然我就 當然就有回嘛 有回 回來回去之後呢 就是照慣例 網路走到最後一步就是私 然後私訊 然後私訊兩三下之後 我就發現不對 我很少跟年紀那麼大的女孩子 用私訊的 我們卡電話好不好 我們卡電話好不好 那我是這樣才跟索菲亞認識 然後那時候索菲亞 就邀請我參加的那個 運動好事協會 對對對 我們這個 台灣運動好事協會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運動好事協會 到底在幹嘛 做了什麼事情 雖然我是理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 讓索菲亞來介紹最好 運動好事協會 基本上我們就是相信 運動是好事 運動做好事 那我們 其實我常講說 這個協會是我的復仇計畫 嗯 就是 以前我遇到一些很不爽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我不是為了要玩家 沒有 不是跟你說 是對社會的報復 是 就是我以前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改變 那我覺得如果 我又罵的沒辦法改變 我就自己來做 所以我們做 弱勢運動而少 運動中的性貧 跟運動外交 我希望做的事情就是 我覺得以前的孩子 帶他們去比賽 要訓練 然後你就發現 那課業成績會比較落後 因為體育班的小孩 就是他很多時間要比賽 尤其你打得越好 輸就練得越少 沒錯 因為他一去比賽 他就要打到復賽 他每天都在訓練 訓練完就去比賽 可是你知道 成為一個職業選手 風險很多 因為可能不是他不努力 有可能他太努力受傷了 所以在過程中 有很多因素 還有一些像我少棒的時候帶的 是王牌投手S 可是到國中就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到高中畢業 他只有長高一公分 哇 所以他國小的時候 172很威 但是我問你 你高中畢業173 你是不會這樣怕什麼 對啊 不是他不努力 所以我就覺得 在兒少運動員之前 他在運動員之前 他是兒少 他應該有他的受教權 所以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是 我希望讓那些孩子可以 除了打球之外 他應該有 有良好的照顧課業等等 所以我們就提供課服 社里亞輔導 英文 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協會三年多 謝謝金主 乾爹乾爹謝謝 那老師真的是幫忙很多 你也看到很感動 就是小孩子 我們那時候 像我們北投女壘 一開始18個 那時候我們剛接觸的時候 沒有一個覺得自己會念大學 我就很震驚啊 還是在台灣會寫名字 就可以進大學了 對啊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身邊 就不會覺得 為什麼要念大學 念大學 那我想好 這是那種感覺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 協助他各種協助 那也是謝謝美分教練 每個老師很認同 因為我們都說 我們都說 如果他在課業上 跟生活上更有自信 他在球場就更有自信 沒錯 因為你看我們台灣的選手 為什麼常常搶手 小孩子那一上去 灌灰 在前面那邊亂灰 這樣也沒辦法 你有那麼高嗎 要不然拿彈子給你啊 然後下一球來 啪 阿公你又不怕 你要打什麼 你知道我那時候 為什麼退出棒球隊嗎 九年就像我爭的 沒有啦 開玩笑啦 然後跑壘也是一樣啊 前進前進 後退後退前進前進 我說 教練是打電動的 你為什麼要自己走 我說沒有啦 你沒跟他講他就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啊 因為你就是這樣一直罵 他怎麼知道什麼是對錯 然後 小孩子就說 靠信心耶 怎麼都沒有信心 我說教練 信心都被你罵跑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 跟那個教練講 如果孩子在課業上 跟生活上更有自信的時候 他會反應到球場上 喔 夭壽 我們這球有夠厲害 打了兩年 棒球雷球全國冠軍 他們今年啊 老師 你有贊助 你有贊助 亞洲杯冠軍 你知道呢 日本隊是三千個小孩選出來的 對 我們大部分是偏鄉 叫起來 我問小孩子說 老實說那場贏的時候 我自己人去 真的假的 我說真的嗎 等到那個列隊的時候 結束之後 月子 我剛才小孩子告訴你 我說 你們怎麼贏日本隊的 小朋友看著我說 我覺得我可以啊 我就知道 這孩子 一要 不管做什麼都會成功 一定會出團 一定會出團 因為他相信他可以 所以我們 前兩個月也才去日本打世界盃 我說這孩子 這樣 他自己站起來 就不會有問題 我們就很希望改變說 以後我們 中華隊出去 不要再剩手 不要看著人家回日本 我們就會怕 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洪一中總教練聊過 聊過 對上日本的心情 就是 洪一中講了一句很 你聽起來很機車 但是很真實的話 因為日本的運動人口太多 就像我們剛才 節目一開始就講 日本其實他們早在 明治維新之後 強國先強生 所以他們很重視運動 他們重視運動 那那個 根據洪一中的說法就是 你敢知道人家 日本拚選手 可以拚到什麼聲道 說拚到什麼聲道 不夠遠道 你就不要來跑了 當然是開玩笑 開玩笑 他們的選手很多 然後挑出精英中的精英 那回到我們剛才在講 哨棒那一段 其實有一次我跟那個 常舍 常富林常舍 其實我們聊過這個話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都覺得 我們的三級棒球很威 就是你看那個 威廉波特隨便打 都是冠軍 你知道嗎 那個在抽籤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 美國小朋友抽起來 看到這個 Chinese台北 Shit 那日本抽起來 哪裡 有沒有 有沒有 其實我們 選手很棒 可是很大原因是因為這些學統 他在哨棒時期 他所受的訓練 他所面對的菜單 其實就已經是職業選手的菜單 他只是捏捏捏捏捏捏 為什麼 為了國家榮譽 在那時候 不管退出聯合國 台美斷交什麼的 民族自信心跌落到谷底的時候 當年的政府好像就只能靠棒球 來從政人民的自信心 所以造成現在棒球 不管棒球 各類運動都一樣 留下來剛才你聊的那個話題就是 這些孩子主持人要打球的運動 所以他也不用擔心 實際上可以這樣說 他有的還沒意義 尤其是偏鄉 他還沒意義 那我們的協會到底有做了什麼事情 來對於這些孩子 在這方面的照顧與輔導 我們就是提供 當然是讓他生活無語 物資 吃的 尤其我們是針對女性 因為相較於男性來說 女性資源更少 就是針對女孩子 然後他也就是克服 等於是說 就算他去比賽 我們會盡量找到配合他們的時間 有時間就提供克服 而且是比較是一對一的那種 就是個別化的 要不然你整個人 他真的聽不懂就是聽不懂 那讓他們從國一的時候 等於是七年級就不要放棄 因為國小的時候可能還可以撐一下 國中因為課程又一個階段 對相對有程度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這些克服 然後還有生涯 就是說 一般孩子 打球的孩子就是 你有當他幹嘛 國手 國手咧 教練 然後咧 嗯 耍啊 對啊 不知道會痛啊 對啊 所以我們就會每個星期 我們就請不一樣職業的 去分享我的工作是什麼 比如我是YouTuber 那如果你要成為YouTuber的話 你現在哪些科目要弄好 你大學要念什麼科系 對 那讓他們覺得 我知道說 如果以後不要裝廚師 我又要當YouTuber 我又要當作家 我又要當什麼的時候 我現在就要做什麼努力 所以讀書不是因為教練叫我念 嗯 是因為我想要有我的夢想 我要達成的夢想 所以我要去念 然後還有我們就會帶他去認識大學 OK 然後不同的科系 然後就跟他說 這種感覺就是 讓他常常跟大學老師 大學校園接觸 然後就覺得 可以啊 反正我就知道 我以後就是到這邊 那你至少有個東西可以看嘛 你問喔 原來運動也可以這樣 可以 那我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我在比賽的過程 我在競技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在 我沒有放棄學業 或者是我花一點時間在學業上 我也可以這樣子 是 是 OK 這會不會跟你以前當社工有關係 完完全全就是 因為我以前做社工的時候 我們是接觸那個毒品性交易 然後性侵的這個孩子 那你知道 你那些要幫真的 我常常講 我們一輩子一定都會犯錯 我們到現在 到成年人也會犯錯 可是你要記得 有些錯誤 你一輩子都不要犯 因為你沒有辦法承擔 比方說 毒品 性交易 然後 性侵 對 性侵 這些都不要碰 因為你要用很多很多的成本來償還 是 所以那個時候我原本是做這些 這方面的那個服務 那孩子 那個毒癮啊 他也很努力 你真的協助到你真的很無能為力 因為 我自己手搖杯都戒不掉了 我很難跟他講說你去戒毒 你知道嗎 我就知道那個很痛苦 這個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因為我去過那個少年地方法院演講 看說衛生紙受刑診這樣子 對 然後很多都是就是 試看看嘛 試看看這樣子 對 然後沒有這個我一定戒得掉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就跟他講 每天早上固定六點起床 你都做不到 你怎麼戒掉毒品 對啊 我們有那種就是情侶啊 為什麼你染到毒癮 我只要讓我男朋友知道 一定可以戒得掉 然後你現在呢 戒不掉 對啊 就是就很哀傷 是 對 然後我那時候是 也有在協助這些壘球隊的小孩 然後教練就是 幫他們募什麼衛生棉啊 然後一些營養品 然後教練就覺得說 你不要讓他們白白拿 所以他每個月就叫小孩來幫我 清倉庫 打掃 搬貨 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孩子講啊 小孩想知道這邊幹嘛的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 我說你們不要手機按一按 然後就去跟人家 那個 生小孩 我說你不是不能未婚懷孕 我們現在找執女化 你生可以 只是我跟你說 你16歲生 你之後會很辛苦 對 你未來的那個路 你要比別人很多很多很多的辛苦 那這裡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要不要先好好的唸書打球 然後大學畢業 你再來選擇你要的生活 是 那小 那教練回去就說 好像小孩聽得懂 就是有 比較認真 然後我也就跟同事們講 就是說 不然我們來勾這項小孩 就是說至少他沒有調到社會安全網外面 就是 至少他在這學校 然後不用付出那麼多成本的時候 然後我們來協助他 然後最重要就是說 他們也可以去影響他們部落的孩子 就是 這樣可以 就是有人這樣做 我相信 If she can see it She can be it 有人做得到 後面的孩子就覺得 他可以我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一個坑裡做樓梅 他可以我也可以 整天都看死了 所以這有點是 所以我說 這是我自己的那種夢想 所以也是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小孩子比我想像中的 真的是更有潛力 他們給我們的回饋 真的是嚇死我了 打到世界杯內 真的是傳奇的 對啊 但是我們這麼說 其實只要台灣的新聞出來發生一點事情 當然其實大部分都是悲劇 那下面的留言大概就是尷尬 社工在哪裡 社會局在哪裡 你們在幹什麼 我們很忙 有比神國還忙嗎 我跟你說 真的 我跟你講 是這樣是這樣子 我們之前社工有個圖就是這樣子 有一個人從樓上掉下來 然後大家都是 什麼家長也不管 鄰居也不管 然後那個 學校也沒辦法管 警察也沒辦法管 我們最後一層就是社工 然後掉下來說 你社工在幹嘛 然後我們想問你們樓上人在幹嘛 對啊 你們家長勒 然後其他的單位勒 在幹嘛 對啊 真的是 真的是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在幫小孩爭取那個 獎學金 就是大學的獎學金 他們就說要開缺 看哪些讓小孩子念什麼科系 念社工系 我說母湯 念社工系他們不能脫貧 母湯 不要再念社工系 你就看這個念社工系的 他那個不分區登記的時候 是不用申報財產的 總額在100萬元以下 是不用申報財產的 後來還是有申報 謝謝 我爸爸有留一點給我 所以那個 那個土地 我爸爸那個時候有留一些 那我們剛才這樣講 就是大家罵社工在幹嘛 OK 那我們今天就真的想跟大家聊聊 社工在幹嘛 社工其實有分很多種 當然也是有那種政策倡議的部分 騎雞頭 然後什麼也有這種 但台灣很少 台灣很少 對 因為台灣的社工大部分都很奴 這樣子 我們多 很奴 很奴 就是我們就是 我們喜歡 不知道我們是養成教育 還是台灣人個性 就是我們就很喜歡做到很可憐 做到很累 做到很悲情 然後跟案主抱著哭 有時候那種社工一來 你都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案主還是社工 你知道嗎 就是自己做到很累不累 真的 我以前好像講說 我之前在做食物營 不然要叫本手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回家有沒有 我媽在看著我說 你真的去做水泥小工了 因為我以前做財盤 然後有時候就 雨天就沒有做 然後我媽就說 怎麼不去做土水 那裡就給樓梯也有錢 然後彈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去做那個 自己去做 做那個直接服務社工 你每天都要收垃圾 幹嘛 我媽說 你真的去做土水了 沒有啦 求本手而已 就是整理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也是做直接的 那這些直接服務裡面也有分 就是有些做老人的 做遊民的 做婦女的 我剛說我之前做的比較多是青少年 做幫派的 八家九的 然後吸毒的什麼的也都有 就看你的方案是什麼 因為我們法律現在有一些規定 就是說兒少是應該要保護的 所以我們現在那些性交易的 叫做兒少性剝削 就是他們是被害人 可是其實這些都很難做 因為你會覺得 我們大人會覺得他是被害人 但是現在有點價值觀錯亂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做性交易是我自由 你叫我去上班 一個小時180 我覺得這才叫剝削 OK 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反駁他 對啊 我不知道怎麼反駁他 你知道嗎 你讓未成年一截多少錢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對啊 我真的不知道 對啊 所以 真的很難做 我們去的都成年的了 所以就很 很真的 真的 所以有些社工就是處理的 他有未成年懷孕的 所以我們這些社工朋友 真的我們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我們真的 飛天遁地真的很厲害 我們有幫那個孕婦洗過澡的 然後 我有帶過小孩的 就是 人家說 你怎麼抱一個小孩回家 我就說沒有一個社工沒有熬夜過 就是 暗主就小孩 抱小孩回家 小孩子把 小孩子留著 他人就不見了 OK 好 對啊 然後我就趕快報去醫院通報 因為那個六個月大的還不會坐 然後嫩狗狗 還小小小 然後報去醫院 人家悠悠 對啊 醫院就說 就是沒有外傷 沒辦法緊急安置 然後我就跟其他社工講說 那我們就是手要弄斷還是什麼之類 然後對 就是要有外傷或什麼 明顯受虐 可是我們就商量一下 沒有人敢折下去 你的故事 對啊 就在報回來 類似這樣 所以 各式各樣的 什麼都沒有 所以人家問我說 那你為什麼要做社工 我上北京燒人放火 那你了解 那因為 我們年初 我們一起去美國演講的嘛 這個故事我一定要講 他在去年5月突然打電話給我 因為他都叫我老闆 我都叫他心裡的 我跟他應該不會被傳匪文 你也不會因為這樣告我MeToo 不會 我們這算Standless的 然後他5月多打電話給我 老闆 我在美國 你知道那些僑胞 都希望你來 然後我就笑一笑 我們現在是手提還是擴音 他說手提手提手提 你跟印啊對不對 你是不是跟印啊 這個是之前我們在聊天的 後來我們就真的去美國 然後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國 對對對 你知道你在美國你會看到 滿坑滿谷的Holens 就遊民 然後美國有一些巷子 你連走都不敢走進去 我們說不會 那個就像在拍那個好萊塢黑幫電影 那種巷子 就是你覺得你走進去 那個垃圾桶會突然跳出 一個人跟你開槍你知道嗎 然後那天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天聊到了什麼 就聊到台灣的遊民 然後我們高雄在應該是去年 發生了一件非常悲慘的事情 就是城中城大火 因為我自己是高雄 他在嚴堂堡 那岩城區它是一個所謂的 如果以前我們學英國的意思叫 衰廢市政 就是那邊基本上就是 近乎荒廢的一棟大樓 他以前以前做老闆的 電影的什麼都有 然後迅力過於平淡之後 那近乎荒廢 台灣其實治安真的非常好 可是你知道嗎 當因為岩城區有很多美食小吃 然後有一次我車停好之後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那間是城中城 就是後來大火的城中城 但是就是要從那邊走過去 你光看他那個景象有沒有 因為我帶小朋友嘛 我們說不是說很害怕 但是你就會進入警戒狀態 你就會習慣 就是你會下意識 進入警戒狀態的事情 我牽我女兒的手 可能我會抓得更緊 然後我會提高注意力 就是 剛才有人會跟他衝出來 那就是隨時要輸贏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先保護我女兒嘛 改進的產品 那不是刀刀刀刀的對不對 改進的產品 你們在當社工的時候 有像面對過類似這種 比如說這邊就是一區整個 禁乎廢墟 然後通通都是遊民 烘烈室 然後甚至是 連你們當志工都不太敢進去的地方嗎 有啊 有啊 台灣也有 有啊 有努力在整治的 但是少部分有些地方也是有 像我之前在三重那邊 可能現在不方便講 你們大家Google一下 也有那種地方 然後 它就是小小的 其實裡面打開 裡面也沒有衛浴測備啊 裡面就是一張床而已 那你說那些長輩 為什麼要住在那邊 因為沒地方去啊 正常一般的也不會想租給他們啊 是 對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只能住在那樣的地方 然後甚至於下禮天積水 他們就用那個 所以他爸在那邊弄 所以像我們送餐的時候 就是不敢一個人送 就是會找多一點人送 連你們都不敢一個人送 拜託我們這樣已經 已經 社工這樣還不夠嗎 真的 我們也是上游 然後下游 對不起 好不好 真的 那有些家房的話 我們就是要帶那個 要請警察資源 像有些是那種家暴 然後精神有那個狀況的 對啊 我們那邊都有時候都要 也是都是會那個啊 就是要有那個 警民連線系統 對啊 你有沒有輔導過 比較特殊的案例 那個以前西門町有那個 XX幫嘛 嗯 對對對 然後有 有一次就是 那個時候我還在公廟 可是我那時候 還在念大學 就是社工實習 我就有在那個 萬華那邊當那個志工 那時候是志工 就是在那邊實習 這樣 然後那個 來一個 欸 很面熟耶 嗯 他也認得出我 欸 你不是那個什麼 基金會在那邊做的 那樣 哎呀呀呀 他是某個幫派裡面的 女朋友 哦 女朋友 因為人家有太太 所以就是女朋友 是 這樣子 他就 哦 我知道你在那邊做的事情 這樣子 哇 你都陪那小孩子 你知道我們半夜還要去 夜訪啊 真的很好耶 我說哎呀呀呀 他說 這麼熱有愛心 你覺得 我們公共廟這一回嘛 啊會不會做點什麼 我就跟他說 解散幫派 哈哈哈哈 他就沒有再來過了 他就沒有再來過了 因為我看 那你有在那個立新基金會服務過 之前 哈哈哈哈 立新基金會 我印象中是那些未成年的那個 除季 那在更早期 所以我就說現在 時代有點變化了 是 就是早期的話可能是被買賣 嗯 可是現在那個社會價值觀啊 這些的改變 他們有些現在是所謂的志願的 好 那這個的處理 處遇的方式就跟 就跟以前就是更困難了 好 所以我後來才會想說 如果 你說你要怎麼去協助他們 真的是很 當然是藥癮毒癮 這些要先處理 再來我後來就是覺得 我想要 透過運動來陪伴他們 因為運動 因為我像我自己以前壓力很大 我就是靠著去運動嘛 尤其像我喜歡練空口道 因為我打完了 人家跟我說謝謝 我覺得這個運動很好 然後運動也有點輸壓 是 所以你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打一打 回去就休息了 所以我後來就嘗試著說 用體育方案的那個方式 來協助這些案子 就是說 你 因為我跟他說 你這樣好好跟他說 有效 洗乾就不用警察了 對不對 所以這些孩子怎麼辦 我都覺得 就是陪著他們去 而且正常來講講完有效 那個藥效都很短 那個藥效都很短 大概就頂多三天 對啊 現實生活是很殘酷的 所以後來才會想說 我用協會 讓這些孩子 一方面就是 還沒有掉出去 我們就不要掉出去 那有一些 其實我們帶來的時候 都是已經有狀況的 是 就是可能就是 家裡就說 拜託你收好 因為原本在自己 原本的那邊 原生家庭 已經出問題了 那你們收不收 我說沒關係 就都收 因為透過那個團體生活 因為小孩子很 小孩子是很無辜很單純的 你把他放在哪裡 就會去影響他 他就會長什麼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們也有小孩子 那個小六就住宿 他就說太苦了 他不想 我說 可是你自己知道 你如果回家 你會更慘 我們就 那個家庭狀況 可能毒品啊什麼的 我說 你在家 打得好不好是一回事 至少你團體生活 正常作息 然後念書 健健康康的 以後 你拿到大學的文憑 你以後想做什麼做什麼 你再去做你的事 社工 你在做社工的時候 有沒有遇過那種 你真的覺得很無力很無力的事情 大部分時間都是啊 大部分時間都是 就是 你可能 看他們就是有一點點的進展 然後就可能又交個什麼男朋友 或者是哪個朋友又找他 然後就整個又 又回去 又全回了 對 然後有一些是 他自己想努力 可是他原生家庭 整個敗壞 我講一個例子 有個小孩子二十出頭 然後因為做性交易啊 是 跟上很多病 OK 然後 他不要治療 為什麼 對他放棄治療 他想要死 因為他做性交易 就是家人讓他性交易賺錢 養家 他零喝死一死 對 OK 所以你遇到這種事情 你要怎麼辦 那怎麼處理 沒有啊 他就自己就決定就不要了 他這輩子就這樣子 然後他有一些狀況是那種 智能障礙 OK 然後 是蠻嚴重的 然後 可是他又飄飄 就是 不要說飄飄浪 就是女性 是 那可能就是 因為他有智能障礙 然後他不想要住在集中住宿的 因為不自由嘛 可是他成年人 你也沒有辦法 限制他 那可是男生就是給他一百塊 就去做性交易了 對 那就會遇到這種 就又懷孕了 然後已經是第 可能第 不知道第幾格 第問號格 那我們處理方式就只能說 盡量的問說 哪些人 然後再看要不要驗DNA 是 就是你要找到那是誰的 然後再來看要不要出癢 然後就看 可是DNA也要生下來才能驗啊 對啊 因為有時候就已經大到沒辦法 對啊 對對對 那還有一些很無力的 譬如說 未成年 然後他就跟你說 這是真愛 我一定要生下來 OK 然後生下來 可是你知道 你相信你可以 跟你真的可以 四兩碼子生 子真的很疲 四兩碼子 就是你跟他好說 我跟你講不要說生小孩 光付貸款這件事情 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你跟他好說歹說 就是 你現在未成年 你現在要生這個小孩 你要這樣這樣這樣 你不會感情 他都相信他可以 那你只能尊重他可以 那是他的身體 然後 生下來之後 信誓旦旦的男朋友 就不見了 然後再隔幾個星期 他有一個新的男朋友 有些是這樣 然後有些就是 我不要了 可是這個小孩 不能再塞回去了 是啊 對啊 那也遇過那種 就是他自能障礙 他說我前面四個 都已經出癢了 我為什麼不能留下 最後這一顆 那你就會跟他說 你連泡牛奶 都沒辦法 你沒有努力撫養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 他不會看那個數字 是 所以你泡幾兮兮熱水 你沒有辦法弄 對 所以你沒有 你小孩子給你照顧 會危險 是 可是他就說 可是你前 我前面幾個都已經 我不能留這個 可是 怎麼辦 你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他不笨 但是他是我爸爸 其實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我越來越不會 為了國家大事而感動 真的 小時候你看到那種 什麼 就是那種 民族大義有沒有 就是我們小時候看到 那種中影派的 那種愛國電有沒有 拿著水流穿過去 對對對 我確定媽的鬼字 然後砰 以前看了會感動 你知道嗎 現在看了你不會感動 OK 現在看了不會感動 但是 你知道 像我看那個 他不笨 那是我爸爸 欸 一邊看一邊 一邊好 你知道嗎 就是 有時候小朋友越懂事 可是 你看他在這樣子的環境 這樣的家庭 他越懂事 你越不敢 對啊 你越不敢 那 你們那時候遇到 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說話者 你們又能怎麼樣呢 對啊 所以我就說 後來 都是你 我必須要告訴自己說 只要沒有退步就是進步 OK 然後你稍微這樣再繼續待一下 然後有時候社工心情就會很脆弱 我們這樣burn out就是這樣 你可能在遇到一個什麼笑 或一個什麼的衝擊 你就說 那我不做了可以了吧 我不幹的可以吧 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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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 對啊 因為我看過另外一部電影 香港拍的 1980年代拍的 今天我們在美國聊天有聊到這個電影 也是一個社工的電影 有多強嗎 有周潤發 有梁朝偉 有秦沛 馮翠帆 葉德賢 都在他的陣容裡面 或許那個年代他可能還沒那麼紅 然後這部電影裡面其實就是 以一個 就是有一個記者突然對這個議題產生興趣 他就去跟了一個志工 OK 那個志工就是專門 社工 Sorry 就跟了一個社工 然後社工就是專門處理精神病患的問題 OK 然後呢 裡面包括有已經好的 已經康復的了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不定時發作的 但是已經康復的了 因為這種東西很難判斷 是不是痊癒 你懂我意思嗎 感冒好了他就是好了嘛 生皮抓好就是好了嘛 那他不知道他怎樣叫痊癒 結果後來他那個 我記得那個角色是秦沛妍的 他受到了刺激 又嚇到了 又嚇到了 好像就是人家要剝奪他的小孩還是怎麼樣 就是你小孩要帶走 最後他在幼稚園裡面殺小孩 OK 然後 因為這個其實是香港的真實案例 以這個為背景改編的故事 OK 那我現在就想問你這個問題就是 比如說像精神病患 他 因為精神病患分很多種 有些他是有潛在攻擊性 那他生活基本上 你硬說他能治理 他也算能治理 他會過得很可憐甚至很可怕 很辛苦 對 可憐 就是亂七八糟 曬啦 嚇啦 什麼的 OK 那遇到這個怎麼辦 我們 講句難聽的 我們除了通報社會局外 我們能幹嘛 我告訴你 通報我們也沒有用 因為他要治商商人 我們才可以處理 所以之前 我沒有處理過 但是我的同事 有說就是 有一次也是在處理一個街友 那其實他只要不治商商人的時候 你真的 你也沒辦法幫他 因為不是 也不是每個案主都想要被你幫 所以他在這個 跟他協調那個過程的時候 他終於拿了美工刀 化傷了這個社工 結果那社工是很開心的 是說 可以了 終於可以結案了 可以了 就是可以送醫了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你知道我們同事聽到這種話 你就會覺得說 你用 你用 毒又 那是很悲傷的 你知道嗎 可是真的就是你不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讓他去就醫 那因為 我們真的親眼看過 所謂的大孩子的這種案例 小時候家裡 那個那個 我們住的那條巷子就有 那我就想聊一個 在台灣 曾經一度 現在沒有人 我相信現在 30歲以下 甚至連這個名詞都沒有聽過 龍發唐 你怎麼看龍發唐 這個這也是很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就是說 大家都 這種所謂 不要講 這種地點 或這種東西 這種環境 大家都不想要在我們身邊 然後你講人權 你講什麼 可是這些家屬 你不要說精神疾病 你只要家裡有一個長照 臥床 為什麼政府要做這些什麼 2.0 3.0這些 你家裡只要出一個 吃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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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就是所有東西都被拖 只有被拖下去 可是像這樣的機構 我們又不希望 在我們的身邊 然後你真的成立的時候 那又有什麼醫護筆啊 等等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願不願意面對去看 有這個東西存在 對 還有就是 你願不願意在這個社福政策的時候 然後願意去支持說 我們是 即便我們家沒有遇到這個事情 但是 我覺得我的稅收當中 我願意讓我的稅收當中 去支持這樣的政策 因為 其實不只是這樣子 長照 然後精神疾病 喊病 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就是這個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 是 我們是說比較幸運 我們還沒遇到 我們比較幸運 對啦 那就是 台灣是一個大家一個 一起大家同一條船上 那我們就互相幫忙 天資到損友餘而補不足 對啊 這樣 我們再問一下這個 劉柏軍不分區立委參選人 就是 我們剛才從體育聊到社工嘛 我真的很謝謝老師 跟我們陪我們去 美國那一趟 是 因為那一趟我們 我們還一起去國務院開會 對 那我們國務院跟運動外交部門 還有那個 他們國務卿的 婦女政策的concert一起開會 然後在談說 我們台灣的這些婦女 然後這些運動外交政策 運動性別平權 對對對 然後還有未來的合作等等的 我跟你說 我們國家要有比較正常的人 來做這種事情 那你們要覺得 我看新聞我很好笑 可以啦 但是真的 不是啦 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可是還是要留給我們一些空間 就是我們真的是想做事情 可是我真的沒辦法去講這些好笑的事情 或者是我跟你講說 你看那種 我們這種家裡的那個就撲殺 就怎樣 你講很爽啦 可是你實際上真的 這沒辦法解決事情啦 所以 我這樣可以拉票嗎 可是支持我們來做一些 比較正常的事情 搶救王毅川 不是啦 你們要怎麼在網路上點讚啊 笑笑笑支持都可以 可是你在投票的時候 拜託 拜託啦 拜託啦 比較正常的 回到理性啦 就是我們說台灣的體育政策 對 然後到底政府還能幫我們做點什麼 其實我們的體育政策來說 真的要做一個很大思維的改變 因為我們現在是體育署 可是體育跟運動 這是兩件事情 你到底要把我們人民帶到哪裡去 所以體育跟運動的時候 體育你可以放在教育部 運動不可以放在教育部 為什麼 因為運動跟產業有關 產業不會是教育部的事情 OK 是 而且運動產業很大 你知道嗎 台灣有所謂的運彩 但是以我自己交友這麼複雜 你們知道地下運彩的投注金額 是比你看到檯面上的投注金額高的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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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很多 也因為這樣子 我要問一下 我們索菲亞 那個 我們自己身為球迷永遠的痛 中華職棒前前後 千賭算得出來了六次 這一次直籃也出事了 你認為我們政府到底還能做什麼 我覺得政府的角色 就是要把這個體制做好 體制 體質 就比方說這樣的運動產業 他不可能去協助個案 政府沒辦法去協助個案 那我就把產業面跟政策面做好 把這東西做大 比方說我今天體育相關的企業 我可不可以免稅 然後你有沒有一些 譬如說有些運動科技 是跟那個工研院等等 那種合作 然後把這些東西變成產業 它就變成錢 變成錢變成工作 那這些運動員 不只是運動員 還有運動相關從業的人 大家可以從裡面賺到錢 安居樂業 然後如果當你運動員賺的錢夠多 而且他的選擇夠多的時候 我們相信這可以讓賭博這種事情 風險降低 因為我沒有必要賭博了 我沒有必要一場收你三千塊了 你想請ERROR放水嗎 你瘋了嗎 兩百萬美金給你 你放水 我跟你講三百萬美金給你 你不要來找我 你知道我之前去洋基隊 如果我沒記錯 你剛剛講那個ERROR JITER啦 因為我之前洋基隊有贊助我 然後我那一年剛好休記我去 他就說這一格是JITER的 然後他們都有那個 專門幫他刷鞋子 當然 我那一天差點要留在紐約了 因為他說 你想躲在哪一格裡面 他賽季結束之後 給那個球筒 就專門幫他洗衣服刷鞋子 刷鞋子 I can I can I clean OK 其實我在這邊要跟大家聊 其實最後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 其實運動的力量之大 是你無法想像的 為什麼 台灣不管是外交部各個部會首長部署 或者是地方祝侯 動不動就想辦法要推銷台灣 台灣的鳳梨有多好 台灣的芒果有多好 那個都是事實 但是如果你想讓大家知道台灣 你還記得他嗎 王建民 當王建民連續兩年 投出19勝的時候 全世界的眼光都看著那一支國籍 然後在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官網 在地圖裡面標出了 台灣在哪裡 這就是 這是美國一個大學 他找了九個女性的 role model 然後其中一個故事是講我的故事 是 然後裡面我就可以很帥氣跟他說 台灣在這裡 對 然後我呢 就是 運動不是只有拿到金牌 我就要透過運動 讓台灣成為更好的國家 是 然後我希望他們 美國小孩念了這個讀物 他就知道 台灣 OK 非常棒 所以呢 運動真的在外交方面呢 能夠讓台灣更有知名度 最少當王建民連續兩年拿19勝 我記得是差一票還是兩票 拿賽洋獎的時候 很多美國人終於分清楚 台灣跟台灣之間的差別 這個美麗羅佛摩沙 我們除了這些政府能做的事情以外 我們也希望透過運動 讓全世界知道 在太平洋的西邊有個小島 它山多平地少 但是呢 它非常的可愛 那今天非常謝謝博君來到我們的現場 請有處理 我們下次見 拜拜